每一个球员都是很喜欢这个压力 很喜欢一个大的角色 这些东西我非常欢迎 我不怕 我真的很期待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角色 9月26号在林书豪加盟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新闻发布会上 林书豪在谈到对于新赛季的期待时 做出如上表示 作为历史上首位在NBA总决赛中出场 并最终夺冠的华裔球员 林书豪这次来到中国打球备受各方期待 林书豪说 加入CBA也是实现了自己之前的愿望 从五年七年以前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会 我肯定会去CBA打球 因为中国球迷从我第一天到NBA 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 然后 所以我就大爱每次我肯定会来CBA打球 作为NBA史上首位美籍华裔球员 林书豪曾率领纽约尼克斯队连续赢得六场比赛 送出单场最高38分的战绩 成为家喻户晓的林疯狂 因为在NBA的励志故事 林书豪在中国球迷众多 当天林书豪也特别感谢了中国球迷的支持 表示自己已迫不及待开始新赛季的比赛 所以来这里觉得是非常适合 我很期待 我知道很多球迷也是在网上有很支持我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 我跟我今年人讲了 我说我很希望 明天就是第一天可以就直接大球 直接比赛了 我非常期待 今年会是一个非常好玩的 发布会上 林书豪对是否会加入中国男篮 成为规划球员的传闻 也做了回应 这一定是一直在我的领导上 我可以说的是 这是非常困难的选择 非常困难的选择 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 11月1号CBA将拉开大幕 届时期待有大角色的林书豪 也将迎来自己在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的首秀 他能否如7年之前打出林疯狂的表现 值得期待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的掌握 中文的掌握 前文的掌握 遍 小学生